陆客自由行预定在下个月上路 而为了在市场抢到好位置 最近高雄地区有一些 二三十年的老饭店 纷纷大变身进行拉皮整修 希望能够获得大陆客的青睐 位在高雄严城的这家老饭店 正在进行外墙整修工程 完成后还打算把原本饭店更名 变成陆客喜欢的酒店 事实上不止这一家 最近因政府打算开放陆客自由行 业者嗅到商机 在高雄地区就有许多 二三十年以上的老饭店 纷纷开始进行外观门面的整修拉皮 以吸引陆客入住 从97年开始 就是有陆客的讯息来 所以我们想说要做一下 变装的动作 因为如果比较好的旺季来讲 大概有快接近四成多五成的住宿率 高雄市都市发展局表示 最近高雄地区饭店业者 为抢占陆客商机 进行门面拉皮非常活络 也意外让高雄市整体市容更加焕然一新 而高雄市政府也有推动 二十年四十年以上的 公有老旧建筑 风貌整建补助计划 像是临近爱河及捷运的高雄市警局 是一栋四十年以上的老建筑 原本外观瓷装剥落 管线杂乱 严重影响观瞻 经过外表拉皮翻新 也串联了附近观光景点 成为交通要道上的新地景 因为我们这个建筑物已经超过四十年了 一些都很老旧了 我们下去做一些 跟这个附近 旁边周遭的建物 一些比较融合性的建筑规划 整理过之后 在清河力方面也比较高了 除了饭店业者 高雄街头还有其他旧有住宅大楼同步跟进 再加上工部门一起推动建筑改造 老旧的建筑不见了 高雄的街容将会越来越有看头 记者杨雄如 陈显坤 高雄报道